恭喜大家, 歡迎大家收看膽識個人 我先祝大家, 銀子多多, 身體健康 我祝大家金銀滿屋, 健康富足 我祝大家在雞年, 行個大運 3T, 搶中常有 好, 明天渣田有11場草地賽事 就會用B跑道 今天因為浩然請假 所以由O仔做替工一天 麻煩你O仔 明天天應該會正常 雖然今天會有些雨 但是對場地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B欄是很少用的, 偏差似乎不是很大的 是, 其實沙田的B欄 真的是很少使用的跑道 今季最近那次就是開羅日 不過如果看上一次和上季五月份那次 有一點東西可以說一下 雖然後上馬可以贏 放在前面的馬也可以贏 但是經常看到在很多場賽事裡面 都會有些前置型的冷門可以入圍 更加重要 暫時一隻馬推出, 很多大賽事有多寶 大賽事方面有幾範多寶 首先要提一下就是3T 有1200萬的多寶 另外還有六環彩六寶獎有204萬的多寶 再數下去, 有這個四重彩四連環合拼彩詞 分別在第二和第六場各有100萬的多寶 還有一範的多寶就是第三口Mati 它有70萬的多寶 三天安排在第五、六、七場次 11場賽事, 頭場開跑時間在下午12點半 好了, 時間緊張 好了, 三、四場又和大家讀了 又再休息一休, 回來一起讀三天的頭兩關 第五先讀三天的頭兩關 會順一點的 我覺得既然這場能排到的十四檔 可以有貼籃這麼重要的條件 都不妨再跟進一下 畢竟上一次對於崇山堡 其實是扯得太快的 其實歷險家這隻馬我都有說 其實填錯一千米賽事這隻馬都挺準的 九次裡面有四圈兩Q的成績 當然有一場賽事見到它和崇山堡 和一堆升級的馬在一起 早一段都和一隻前出很快的馬在鬥銷 所以那匹馬輸得遠一點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畢竟跑一千米的首本路程 加上十四檔, 早一段應該可以賺這個外難之利 大家不妨可以選一選 總之這場都是複雜的 其實一哥, 鄉村輝煌 都是這些路程很好 其實這些馬都未選得進去 所以這一場的範圍會比較闊 大家要慢慢量度一下 好了, 又再休息一會 回來量度三天 好, 回來先量度三天的美關 第七場這場三班馬跑千四 好了, 這一場應該範圍不會太闊 希望這一關真的好一點 好了, 接著… 這場賽事有數據, 先看看圖 說到大摩, 杯杯碟碟跟他都挺有緣 今季亞軍馬保重次數最多的蓮瑪斯 勝出到百分之三十五 馬菲萊瑪, 上場賽事就輸給友德 看看這場賽事可不可以保重 而這場賽事, 大摩一對扣女上陣 另外一隻就是無敵飛龍 今次用上奇普頓 出馬不多, 即是選擇這些當裔的馬 好了, 七八常人又和大家看了 又再休息一休 回來再看第九和第六都挺容易瘦 肥仔, 上次好像表現很差 但復科是正常的 是, 看他跳起來, 他又沒什麼問題 這次當然也是考蔣卡琪 怎樣跑個十四檔 看多貨草地 這貨草地, 24秒7 其實他都很輕鬆地完成 看看這次又跑成怎樣 會不會閃呢, 這些要騎下去才知道 他會不會說, 片會不會 是, 看看沒什麼快馬 可不可以跟那隻乘勢好運 都不敢小看 始終都是, 級數是高過這一堆短圖馬 好了, 九十場又和大家讀了 還有第十一場, 一人回來讀好兇 我覺得其實大摩又不是很心急 因為他上次贏完馬之後 要跑的話, 他都有機會救分 入香港經典一里賽 但當然不想逼馬 一個星期之後再跑這麼強的賽事 用力很多 還可以慢慢鋪排 下一次的四歲馬系列賽事 2月19日的香港經典杯 1800米 都可能是他的目標 所以看回, 較好賽程 不跑那場香港經典一里賽 等到今天才上陣 如果贏到, 或者跑得很夠分的話 下次去跑經典一里賽 都不出奇 至於對手方面 可以快點交到很久 對, 都要拿出來跑 當然, 究竟那場大不烈 加州議長和喜旺寶 是不是因為他臨地影響 交不到表現 而他臨地特別厲害呢 都說不定的 但未跑過就是未跑過 不明物體 始終賽職證明過他都有那個級數 所以如果大家適合心水 都可以想起來 好了, 十一場賽事 跟大家研究過了 一共六注 沒錯, 看過了 各位心水 大家都不妨可以參考 最後也謝謝O仔 今天幫忙做一天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發到一個新年財 明天, 節目時間夠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